江夜园柱中举世伐堂是如何开启的 西陵和大堂是江夜世界最强大的两处势力 两边因为信仰问题 虽然早就看对方不顺眼 但是碍于对方背后的不可知之地 平日里均不会过分地得罪对方 天启十八年秋 夫子为了救宁缺和桑桑 在荒原之上诸神屠龙 哪怕是最绝密的教练和最亵渎的黑暗史书里 都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情 神国与人间的战争 最终以人间取胜而告终 此战在西陵看来 身为人类的夫子竟然敢公然对抗浩天的意志 这是作为浩天信徒的西陵绝对无法忍受的 几个月后就在夫子登天的同时 大唐皇帝李仲义也随即驾崩 西陵磨刀霍霍看向唐国 这一刻他们等得太久了 西陵双管齐下 一方面让戏作和鸣池制造内乱 另一方面联合诸国 想要把这群不信浩天的人 彻底抹杀在这个世界上 唐国在自身的内忧外患下 四千玄甲仲旗 许氏 喜直郎等驻国基石 纷纷倒在西陵的阴谋之下 此刻能够拯救大唐的只有唐人自己 大唐西锤冲领下的高原上 玄空寺七眉大师正在向着唐军率颖走去 这位玄空寺尊者唐首座 已经修制肉身成佛 人间的普通兵器根本无法伤害到他 一个穿着旧棉袄的书生 不知何时拦在他身前 七眉停下了脚步 七眉大师看着大师兄说道 大先生境界虽高 但想要拦住我却很困难 七眉的言外之意很简单 全世界都知道李漫漫不会打架 他认为李漫漫在杀死他之前 他可以把唐营中所有人全部杀死 大师兄若有所思 自己不会打架确实是个问题 但谁又是天生就会打架的呢 七眉大师眼神坚毅地向前踏了一步 此时他离唐军率营只有17步的距离 大师兄棉袄微微颤抖 从领之下的越伦国军营里一名大将倒地而死 七眉大师知道对方已经出手 他再向前一步 越伦国军营里一名普通士兵倒地而死 一步杀一人 七眉向前一步 越伦国军营里便有一人死去 李漫漫仿仿佛从来没有动过 只有他微微颤抖的棉袄 和木瓢上渐渐出现的裂口 表明他做了些什么 七眉依然在向前走 他距离唐军率营还有九步的距离 倒数第八步 越伦国主帅死 倒数第七步 玄空寺戒律堂继任首座死 七眉的脚步越来越沉重 在他还没有迈出第六步的时候 大师兄忽然说了一句话 越伦国皇帝死了 这是对战至今 大师兄第一次在七眉还没有迈步的时候 便以无惧境界杀人 这意味着 虽然只剩下六步 但将不会再只死六个人 有可能是六百个六千个 甚至更多 七眉大师的脚再也无法落下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双青步鞋落在了地面上 青步鞋的主人 是位穿着青色道衣的道人 大师兄对青衣道人行了一礼道 灌主来晚了